台北市政府在国际妇女节的前夕 成立了性别平等办公室 并且由市府各级机关在推动政策的时候 纳入性别平等概念还有具体的做法 也让台北市民能够实时地感受 性别平等以及友善的城市 三 二 一 写冒 恭喜 性别平等办公室业务划分为 就业经济以及福利 人口婚姻以及家庭 教育媒体以及文化 健康以及医疗 人身安全以及法律 环境能源和科技等六大领域 由市政府33个局处共同投入 整合规划全市性别平等政策 促进性别的实质平等 我们要从我们每一个政策 每一个为民服务的工作角落当中 找出对女性生活工作 或者是日常当中不方便的地方 从政策面主动的来调整 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意识 但是我们愿意做 市长郝龙斌表示 台北市在性别平权的推动工作上 一直走在前端 性别平等办公室的成立 象征两性平等迈入新的里程碑 我也发觉人家讲说 女性撑起半边天 我个人觉得可能女性 还撑起的不止半边天 不只是台北市政府 包括我的办公室 我的家里 我觉得女性都撑起大半边天 其实我们常常讲弱势 我觉得女性不是弱势 绝对不是弱势 但是怎么样打造一个友善的职场 怎么样把性别的差异 透过大家的努力把它做到更好 我觉得是今天成立 性别平等办公室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社会局表示 从市政府各单位由上而下 推动性别平等相关业务 将可以更贴近市民朋友的生活 继续为妇女权益 以及性别平权工作努力 中交台北新闻曲超雄采访报导